大家好,今天又想跟大家分享另一個風扇燈有余光問題案例 客人住在坑口的蔚藍灣盤 以下就是當時客人在WhatsApp傳來有問題產品的影片 好,我們現在關燈 關了燈仍然有燈,所以我們用另一個總鍵再關 然後才為止關掉 客人一直以為是燈製的問題,但經過湯米師傅檢查後 就發現其實是整個供電系統的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市面上不是太多師傅懂得做 我們TW Lighting的師傅有多年的安裝維修經驗 一定會用專業的儀器去嚴正問題,再跟客人維修 不會只是用目測和口說 我們立即去片看看當時維修的過程吧 現在我們先試一下燈 開風扇 這一邊吹,再向另一邊吹 試一下關掉燈 會不會因為開風扇有余光 沒有余光 開它,再向另一邊吹 好,操作正常 好,操作正常 風扇一轉 燈會有閃 就跟家裡的供電系統有關聯性 要加一些東西去解決 有的,有的 其實只要訂到零件 市面上,99%的風扇燈色 我們都懂得維修 但家裡如果有壞了的風扇或燈色 不要太猶豫了 快點WhatsApp我們查詢吧 我們下期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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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旦